Hello 大家好 出大事 今天我一看新闻你知道吧 现在的大事情太多 那个什么巴格达迪被美国杀了 那个美国国会又通过台北法案 然后说智利那边APEC峰会又不开了 但是我要讲第四个大事 印度把中国的一个纳达克 华城之下去的 直接在那统治的 啥都不说了 啥都不说了 五毛直干湖消防红战狼 你们在哪里 现在正是党国需要你们的时候 有人说经常有一些 我所见过摆成立场 在这种大是大非的上面 有人一听说 大成你是不是又是什么美狗 日间 天天都是干着街 卖锅贼什么事情 我告诉你 我现在呢 思想也进步了 对不对 这个 印度将中国领土纳达克化为直辖区 有人说五毛直干问我 你怎么想 问我大成你怎么想 你认为这个是谁的 我都想骂你 我认为这个东西是中国的 我问你 共产党能把它给抢过来吗 能把它给收复吗 共产党你现在把它收复 你有不有种 你美国你打不过 日本你不干了 俄罗斯就跟没底了 基本上就是都是俄裂啊 不敢害怕 对不对 你说你这三家你都干不过 也不是说干不干 就想都不可能干了 印度都要骑到你头上拉死了 所以本集视频我往下讲了 就不适宜大家在吃粪的时候看了 我就要气了 你说你这够了哪 你说你这真的 你美国你打不过你就算了 对不对 你美国你谁都打不过 对不对 你这家伙你连印度你都干不过 你这 印度你都不敢干 丢人不丢人 纳达克有多大 我告诉你 说好了寸土不让什么 祖宗的土地 一寸不能丢的呢 你看看我现在义愤填膺了 纳达克大概有四万多平方公里 台湾才多大 台湾三万多 那说好的 说好的寸土不能丢的呢 一寸都不能丢的呢 一点都不能少的呢 啊 钓鱼岛你知道有多大 钓鱼岛只有大概几个足球场吧 这么大 你看看 共产党天天在那里叫 叫就叫 你有种你派个兵上去 你派个兵上去 我就认为 我就认为那东西是中国实际控制的 那就咱的 那就中国了 你现在都控制不了 你说什么非要说那个是我的 是我的是我的 你有种你上去 我这人就你别认为我什么性格怎么样 我这人就实在话 你把这玩意占了 这就是你的 对不对 你 你 你说那拉拉克是谁的 那他妈现在不就是印度的吗 人家已经在那占了 已经统治了 已经实际在那统治都已经化为直辖区了 你共产党为什么还不出兵呢 我要是什么 我要是中国什么 习近平 我上来我就给印度什么 印度也不知道首相还总理啊 什么 打电话 把这玩意给我让给我 不行咱就干 咱要干就干 什么战争都来 对不对 你 你怎么 你连我这种勇气 你都没有 对不对 你就能欺负中国老百姓 啊 你就能欺负中国老百姓 共产党 你别的事情你都干不了 看啊 外交部发表什么言论呢 说这是挑战中国主权权益 废话 人家把你的土地给占了 他们说他们要化个直辖区的 这就相当于中国把他们冲绳给占了 然后化一个冲绳直辖区 说冲绳是咱那直辖区 就这感觉 那日本能忍吗 你说 他那麽中国你能忍吗 那共产党一想必须要忍 那 为啥 共产党人家不智慧你怎么主权领土完整什么的 他那麽扯毒子的 共产党就是要割你们韭菜的 那就是要统治你们的 啊 统治你们这帮五毛小粉红 对不对 这也急的 我觉得这一次五毛小粉红表现非常失败 非常的失败 你为什麽不叫中国解放冲去干他 干印度 美国日本你打不过 这这这这确实没办法 技术太挪后了 挪后人家他们多少年 印度你都不敢打 这像话吗你说啊 我希望五毛小粉红立刻发邮件给习近平 包括在微博上面 必须要干 对不对 印度必须要干 你赶快打 我要看一看中国军队他的作战能力怎么样 你不要那麽连印度都打不过 共产党我跟你讲啊 你别开玩笑啊 我对你的实力还是有一有一点渴望的 哈哈 你不要跟我说连印度都打不过 你打不过美国那那咱很正常 打不过日本那日本太前进了 中国的潜艇一出去还没出港呢 人家日本翻舰机直接都给你定位了 都被发现打个批啊 没法打这张 你连印度你都不敢打 本届中国政府太失败了 看看他说什么的 据报道 你看据报道实际上就是10月30号的事情 印度政府正式宣布成立的 的查默和科斯密尔中央直辖区 和和 纳达克中央直辖区 两个直辖区 将部分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行政规划 对此 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表示 这耿爽我是印象深刻 耿爽他要一发言我发现 哪里哪里都不爽 感觉他们哪里都不爽 就是 五毛之干五爽 说中方对子表示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对 你有意思吗 你干啊 你像美国 直接干到中东什么叙利亚 直接把人家 巴格达里怎么干掉 跟你开玩笑了 这个萨达姆不听话 干掉 利比亚不听话 干掉 美国就这么牛逼 懂得吧 将部分 说说说创行呢 下一个叫印方通过端方面 修改国内法律和行政规划的方式 挑战中国中主权权益 这一做法是非法的 无效的 不会改变有关地区 在中国实际控制下的事实 不会产生任何效率 这他妈的 这说的什么话了 不是这地区大拉克是印度实际控制的 人家都开始 就跟这老婆的那 你家本来是你家的老婆 结果被人家给努须了 成别人的老婆了 哎呦 前面还有小松鼠呢 哎 就追在我前面 哎 你看美帝美国这个生活环境 随处可见小松鼠 小松鼠真的是 对不对 哎呦 刚才说到哪了 哎呦 哎呦 被那小松鼠给打出来的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必须要一气呵成的 因为这个视频呢 不一气呵成 那没有那个情感 哎呦 没有了没有那个情感 有人还加加我那样的啊 加我那样啊 这个情感呢 很重要 对对对我说 这玩意儿已经被进度实际控制了 哎这就好比老婆 本来是你老婆 结果被人家给抢去了 然后你说啊 这是我的实际控制的扯淡吧 已经已经上了人家的床了 对不对 我们的主权 这是我的老婆 你有啥用 已经被人家上床 天天打炮 天天都已经生孩子了 然后你又说 这是我的主权 这是我的老婆 搞笑不搞笑 哥我 掏把枪直接干过去 完事了 这还能忍他你说啊 那被印度欺负 这还能忍 共产党你必须的 共产党你真的 那是 我服了 我真服了 我真服了 啊 丢人丢大了 尤其是五毛之干五 你们在哪里 你们 战党什么小粉红 你们咬谁呢 合格不合格 党国 党国想起讲了这么久 你们 关键时候也出来咬个人了 你啊 啊 拉拉赫有多大 我告诉大家 相当于七个上海 自己好好想想 七个上海有多大 七个上海 没了 没了 共产党啊 中国那一寸土力 这得多少吨土力啊 七个上海得有多少寸土力啊 又被你就在你的手中流失了 对不对 哎 我也是服了 受不了了 键盘侠键盘侠 你干嘛呢 对对对 后来一说 我说你这不得翻墙吗 哦对 跟印度人吵架的话 还得翻墙 印度是没有墙呢 还得去推特上面 跟印度人吵架吗 关键 这中国这 哎 没办法 强国的强 拦住了五毛小粉红 哎 我也是 急你知道吧 你不要认为说 我这人怎么怎么都是 我气啊 干嘛 你干的 我早就说过 共产党你有种你就干 你别跟我废话 今天因为说那么台湾是谁的台湾 我认为台湾是台湾人民的 台湾是不是独立的 台湾就是独立的 台湾这个国家的国号 名称叫什么叫中华民国 他实际管辖的区域台澎金马 他就是独立的国家 你把台湾 你把台湾打下来 我就认为台湾是中国共产党的 懂了吧 习近平你现在太平把他打下来 我我就认为 我就同意 那个地方是中国共产党的 我就同意 就像现在你说西藏 新疆什么蒙古 内蒙古什么什么 你说什么东北是不是共产党 确实就是共产党的嘛 永安一天也极大 你这是站在共产党哪里 这他妈实际就是人家共产党控制的 对吧 你说中国现在是谁的 习近平呢 这句话有错吗 他实际就是他的嘛 他已经当上皇帝了嘛 怎样用事实说话 习近平你现在把台湾干下来 你不敢嘛你呀 就你那小样 天天的共产党 你还敢打台湾 真的 就你那破军队 还打台湾 台湾那么 台湾拿的都是美国的武器 你知道吧 台湾的军队 好多空军是在美国受训的 五毛之战五 你不要天天看那么微博 你稍微翻个墙 上个英文 查一下英文网站 看看人家台湾的军事力量 是什么水平 台湾的导弹密度是全世界 不是第一就你要吧 仅至于以色列 你知道吧 而且台湾好像还没加入国际什么军事 有一些组织 他加入不了 台湾用的好像是什么 但他有好多反舰导弹的 还有什么急速弹什么的 我据说啊 据说有一位观众跟我说 说台湾没有加入什么国际 什么有限制武器 条约啥的 因为台湾不是 他没有加入联合国嘛 所以他可以用那些急速炸弹什么玩意 说台湾有 那他妈有这玩意 你人海战术都没用啊 台湾导弹太多了 直接你要登陆 你肯定必须要有海巡嘛 那台湾导弹 夸击夸击发射出去 直接急速炸弹 你他妈人再多都没用啊 你直接都给你口销了 他急速炸弹 他他一个一个下去 分成一百多个弹头 你想想 他是骗了 你根本就干 你就 这个海你就过不了 你知道吧 所以毛泽干我跟你去进行分析啊 你都没办法 就你的水平吧 你的军事常识你都不懂 没法弄 对不对 没法弄 你真以为这汽车能挡住子弹啊 没见过枪吗 我都打过枪了 我跟我朋友 我都见过了 我见过了 我看 这汽车根本打不过枪 根本挡不住枪 手枪弹都挡不住 手枪打出来 更别说步枪 根本就挡不住 所以我毛泽干我一急啊 激动啊 怎么我就能挡住 怎么样 活在梦里 活在梦里 醒醒吧 醒醒吧 这个手势在西方是傻子的意思 就是你是傻子 但是呢我不想这么说 我想叫你说醒醒醒醒 风吹一吹醒醒醒 要醒 拜拜